今年,神透過驚人素色,港珠澳大橋,901小巴,東沖北4794, 和眾多4794的驚人印證, 進一部名證由華牧師和社安教會的永恆性, 神刻意製造這種級數的共同信息, 他真正的用意就是要改變我們對受高者, 由華牧師和社安教會的觀感。 當進入這條算式所指向的2019年, 我們應該持著最正確的態度, 服侍以及配合由華牧師的帶領, 完成神級與社安教會的終極定命。 隨著神進一步以天意級共同信息印證, 我們應該要反省絕對不能以救我、驕傲、狂妄、 自以為是、自把自為的方式, 參與在真命天子社安教會的群體裏面。 事實上,神刻意用這條數式不斷提醒我們, 認知2019年與日華牧師57歲生日的共同信息。 在數釋當中,不僅出現日華牧師生日日期901, 並且經陽地與如月節有關。 因為全本聖經中,第一個總數為901的節, 竟然就是春埃及的十章二十六節, 離開,離,一字。 記載以色列人第一次遵守如月節, 神藉著施行第十災帶他們離開埃及。 It leaves,這個名字, 意思就是單獨離開或者是業子。 正是日華牧師決定信主成為基督徒的幾日前, 神刻意感動他選用的名字。 當我們查考2019年的如月節, 更加發現2019年4月19日419, 正是2019年如月節的第一日。 同時419這條算式當中, 亦代表玉珍師母的生日日期4月19日。 換句話說,今年2019年的如月節, 在同一日裡面, 同時出現了有華牧師的名字901, Leaves, 以及玉珍師母的生日4月19日419。 甚至4月19日是每年第109日, 即是鏡面倒置的901, 同樣指向有華牧師的生日日期。 眾所周知, 每年最多只有365日, 任年則是有365日, 根本不會有901日。 所以如果要在全年的日數當中, 隱藏901這個數值, 就唯有以901的鏡面倒置方式, 放在每年的第109日。 而這一日, 按照不是潤年的2019年計算, 竟然正正就是4月19日419, 即是玉珍師母生日當日。 近日, 玉珍師母也告知入華牧師, 原來自己的生日4月19日, 就是每年的第109日, 正正是入華牧師生日901的鏡面倒置。 顯然, 這段婚姻, 是神在創世之先早已預定的計劃和劇情, 是神命定玉珍師母要和玉珍牧師一起。 所以大家可以輕易理解, 就如玉珍牧師在回憶災眾恩, 梁玉珍牧師自傳當中也曾經分享過, 那些趁著入華牧師留學加拿大, 不在香港的期間, 背著入華牧師追求玉珍師母, 或者是慫恿其他人追求玉珍師母的人, 最終都是不得好死, 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已經被神審判, 因為他們企圖破壞這一段, 神在創世之先已經預定了的份因。 玉珍師母的生日4月19日, 不單止隱藏玉珍牧師的生日日期901, 甚至,不論是否潤年, 4月19日都是每年倒數的第257日, 而57正正指向玉珍牧師今年57歲的歲數。 換言之,透過4794的算式, 不論是901或者419, 原來全部都隱藏以及指向玉珍牧師的生日, 甚至指向2019年玉珍牧師57歲的歲數。 神竟然能夠透過一條如之簡單的數色, 隱藏眾多豐富和令人震撼的共同述色。 可見,神製造共同述色的方法, 實在是非常瘋狂和恐怖。 神刻意製造共同述色達到這種程度, 目的就是要世人和石安教會整體, 在踏入2019年之後, 目必改變我們對守高者玉珍牧師和石安教會的觀感。 持著最正確的態度和心智, 跟隨神給予玉珍牧師的大領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CADE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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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D